位於青衣青六街治安心首個項目,會興建三棟樓宇 合共提供1000個中小型單位,預計在兩年後落成 房協會在今年12月接受合資格市民申請 房協等單位落成時定出樓價的封頂價 房協代表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交代治安心計劃的進展時 表示如下項目沒有具體的發展詳情 有議員批評房協和政府商討發展時經常跳草裙舞 令到治安心計劃進展緩慢 要求政府收回發展權 以前我是最不喜歡這樣做的 在這個階段這樣談判的話 受害就是那些3萬至4萬元家庭 而他對政府有期望想抽籤 第一期沒事,我覺得沒事 第二第三期呢 我這個委員會談幾次了 現在都沒有新事,局長 另外也有議員指出 政府稍後復建居屋會減低治安心的吸引力 如果你這個治安心計劃出的時候 是沒有居屋可能非常吸引 但是當你去做了第一期 然後第二期、第三期 可能一直慢慢推出來的時候 就跟我們的居屋、其他房屋的計劃 有重疊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吸引力就不會太大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就說 治安心計劃有一定需求 居屋我們的目標就是3萬元以下的 如果治安心就去到4萬元 所以肯定有群是不可以申請到居屋的 治安心計劃對象是月入4萬元以下的家庭 租約最長5年,期間不會調整租金 租約完了,市民可以選擇購買單位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永元報導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